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圣经启示录》一共有22章 预言在一定时期人类将要面临的天灾 瘟疫 战争 以及正邪之战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在研究启示录 而且也一直在试图破解其中的预言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启示录中对今天的预言 美国人对《圣经启示录》的研究热潮是从911开始的 就一一太惨烈了 美国人有信仰的人又多 所以大家就想到了《圣经启示录》 难道真的是上帝发怒了吗 我能想象出当时在现场的人 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一定是感觉世界末日要到了 其实别说是在现场了 就连我当时在电视中看到爆炸现场的画面时 都有一种末日要来的感觉 没错 很多人认为 《圣经启示录》是以预言的方式向世人遇见末世 也就是今天地球上将要发生的关乎人类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很多基督徒认为这既是神给人透露的天机 也是神对人的警示 现在的地球的确是不太平了 各种灾难都开始出现了 《启示录》是由基督徒约翰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期间 在那个期间他写的在这个耶稣基督受到迫害以后 在最初的几十年对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当时他们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 约翰也被流放到了希腊的巴摩岛 他在那里的一个山洞里待了两年 看到了一些非常可怕的景象 于是他就把这些景象记录了下来 写下了《启示录》 有人就说 说这个《圣江启示录》到底是预言呢 还是预言呢 就是说到底是预见了未来会发生的事呢 还是借此来暗语什么 让人从中悟到些什么 要我说呢 两种可能都有 美国历史频道在今年五月份出了一个纪录片 叫《天启倒计时四启示遇事末日到来》 那这个片子就是根据《启示录》 来分析末日到来的可能性 《天启四启示》出现在《启示录》第六章 《启示录》中说 羔羊打开了一系列封印 释放了四个天启骑士 而每一位骑士的到来 都将给人类带来独特而又可怕的审判 到底这里指的羔羊是谁呢 我们放在后面去说 那么这四位骑士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 纪录片《天启倒计时》中是这么解读的 他说白马上的骑手代表敌基督者 这里所说的敌基督者呢 应该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人 这些人都是有魅力的政治领袖 他是所有谎言之父 他将欺骗整个世界 敌基督者呢把自己当作神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统一地球 那你会看到敌基督者 接管地球 一个世界政府 一个世界经济体系 一个世界的宗教 那最初看来呢 不会太糟糕 但是在三年半以后 敌基督者将暴露出魔鬼的身份 影片中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希特勒 毛泽东 斯大林 他说他们每个人 都在各自的时代受到尊敬 那加起来这三个人 要对超过一亿平民的死亡负责 影片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这些独裁者的出现 可能只是一个前奏 那么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代表敌基督者的统治 是否已经近在咫尺 如果他们就在我们中间 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第二个出现的是红马 他的骑手被赋予了 从地球上夺取和平的力量 并让人们互相残杀 这就是战争的象征 红马骑手的出现 势必让人类陷入两军交火 看看现在 乌俄战争打得多激烈 而且历史上 国与国之间总是战乱不断 就包括各个国家的内部 也是内斗不断 所以现在感觉 有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发生的可能了 大家都在说 还有呢 就是核武器的威胁 也一直是大家担心的 就连北韩的金正恩都发话了 你敢斩首我 我就丢核弹 他最近是说了 他说朝鲜永远也不会放弃核武器 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性命 从这个核弹绑在一块了 对 他把自己绑在B-52轰炸机上了 2012年 原子科学家故报设定了世界末日时钟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晴雨表 表示我们越来越接近核毁灭了 距离午夜只有5分钟了 那么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 有专门探讨核战争的可能 还没有看到我们那期节目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中搜索一下 如果真的发生了核战争 我想即使地球上还有人能存活下来 那也会让我们的文明后退很多年 我看到启示录中还讲述了富人和精英 是如何躲在洞穴和地下基地的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巨大的军事基地 那就是为了在战争中能够保护自己 尤其是那些有特权的人 他们才能够进入军事掩体 四骑士之一的黑马代表饥荒 其实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饥荒 我看到维基百科上列出的全世界 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太多了 最严重的应该是公元五世纪左右开始 发生在古罗马的大饥荒 当然有些饥荒是同瘟疫有关的 您看即使古罗马帝国那么强大 饥荒所带来的灾难也是毁灭性的 当时罗马城的人口减少了90% 还有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饥荒 从1959年到1962年有多达4000万人死亡 要知道那几年的气候还是比较正常的 也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 几千万人就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消失了 这种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 那完全都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以前的饥荒都是发生在局部地区 现在可是全球在面临饥荒 粮食短缺现象要比几十年前严重的多 2021年联合国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 报告中就指出 2020年世界饥饿状况急剧恶化 全球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食物不足的困境 那我估计按照这个说法 现在全球的饥饿人数估计可能会超过10亿人了 虽然表面看起来有吃有喝 其实这个早就已经太恐怖了 对啊 人没有饭吃了怎么办 偷啊 抢啊 杀戮啊 都有可能会发生 没错 有关饥荒的预言其实很多 最近有印度的安南德 还有英国的帕克 马来西亚的拿督正伯剑 好像还有很多人都遇见了 今天世界面临的粮食危机的问题 您看现在的食品价格还真的是创纪录的高 看来啊 黑马骑士是势不可挡了 哎 灰马骑手 名叫死神 他可以用刀剑 饥荒 还有瘟疫杀人 其实瘟疫流行病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霍乱就曾经导致上一人的死亡 艾滋病也导致至少2500万人死亡 历史上最大的流行病应该是曾经出现在欧洲的黑死病了 公元1300年的时候 死于这个黑死病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鼠疫 估计有1亿人 大约占当时的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个疫情其实更可怕 因为交通的发达 传播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个人被感染了 可以迅速的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就在想即使今天的这个新冠病毒没有了 明天还会出来一个新的病毒 还有呢 人为的生物战啊 那你是皇不胜皇 对啊 说到生物战了 就让我想到了2001年美国政府进行的一场 名为黑暗冬天的演习 这么乖的名字 这是什么类型的一个演习呢 这是模拟高级生物恐怖袭击美国以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结果就发现美国根本无法跟上疾病的传播速度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说明现今的美国政府 以它这么完善的健康系统 都没有很好的应对疫情爆发的能力 那这次的演习结果就显示 只有5%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疫苗的保护啊 那估计在数周内会有上百万的人死亡 太可怕了这个数字 是啊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 也说明现在科学水平不断的提高 但是人类对疾病的防御能力并没有提高 还是很脆弱的 对 这启示录是在预言 当末日来临的时候 当这四名骑士走出大门的时候 没有人是安全的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 我看了启示录在第七章中 它有提到羔羊给一些生命受了印 就是在这个前额上 而且还说这些人穿着白衣是因为他们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 羔羊用自己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干净了 所以这些被受印的人是受到保护的 他们是安全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启示录中提到的 这羔羊打开了七个封印 羔羊是代表正义的 站在羔羊一边的人 头上印着羔羊的印记 而羔羊就是万王之王 在启示录十九章中提到另外一匹白马的出现 说骑在马上的就是万王之王 我理解的就是万王之王他已经到了人间了 后面还写了那些曾经因为信耶稣信神而死去的灵魂 和那些没有拜过受和受相的人的这些灵魂 还有就是那些没有撒旦受过印记的灵魂 他们都会复活 对这一段是在启示录的这个第20章里面提到的 那这里讲到了对这个撒旦的审判 还有对包括已经死去的灵魂的审判 所以说即使有大的灾难降临 对那些没有受过撒旦印记的人来说 还是有希望的 只要信神不作恶不伤害人 你就会得到这个神的庇佑 但是对那些有了撒旦印记的人来说 那就真的是很麻烦了 不过启示录中说 一些灵魂是受到了撒旦的迷惑 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撒旦给受印了 就是被骗了是吧 对 那这一部分人只要明白了 他还是有希望的 不过朋友们 您觉得撒旦是什么方法来迷惑人的呢 玄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